楊秉書長 您是出生在緬甸 一直到求學到高中 才回到台灣 然後最近幾年來又回到緬甸 去從事你的相關的事業 對不對 楊秉書長 沒錯沒錯 是的 你等於是 可以知道您今年幾歲嗎 我是80年代的 這麼年輕 所以你等於是半個緬甸人 我們這兩天所看到的畫面 包括我現在看了子母畫面 這是秘書長在仰光的現場 為我們所進行拍攝 你所看到老百姓這一次全面癱瘓 要這個軍政府下台 你所看到的什麼呢 因為包括了也宣稱功能無從 那年輕人他們走上游行的 一個隊伍當中 我看到所從事的方式 滿另類的 來 秘書長您看到了什麼呢 他們用什麼方式 向西方世界表達他們的聲音 真的有決心讓軍政府下台嗎 大家很擔心是天安門的血腥鎮壓 可能會重演 來 秘書長您看到什麼 沒錯 現在的緬甸的這些老百姓 跟這些年輕人 他們都是鐵了心的 這一次一定要把這個 軍事獨裁的這樣的一個政權 一定要挖解 所以這一次的這個整個 這個民主運動的模式 跟以往也有一點不大一樣 因為時代的改變 這些年輕人所使用的 都是非常的這個巧妙的方式 來抵抗目前的這個軍事的一個 這個鎮壓的一些模式 例如說現在目前他們用一些這個汽車 就在很重要的這種上班的時段的時候 用拋錨的方式 讓整個城市的這個沒有辦法這個運作 讓交通瘫痪 讓公務人員沒有辦法去上班 讓整個行政體系瘫痪的一種模式 然後第二種的話 一些年輕人看到這些軍人 在用這個槍在那邊快要鎮壓的時候 他們並沒有用很強烈的 去跟這些軍方起衝突 然後他們是用所謂的這種軟實力的方式 例如講在很重要的交通十字路口的時候 這個洋蔥撒滿地 這個米粒撒滿地 然後一群人就在路中間 慢慢慢慢的一顆一顆洋蔥慢慢撿 類似這種模式 讓整個全氧光的這一種交通 整個癱瘓 讓大家來參與這樣的一個不合作運動 特別是昨天 所謂的一個緬甸的 這個春季革命運動 所謂的五個二 二二二二二的這樣的一個運動裡面 整個全 單單氧光就有200多萬人 估計昨天的整個全緬甸 有大概有兩千多萬的老百姓 全緬甸的兩千多萬的老百姓出來抗議 非常的這個壯觀 也非常看到大家最引主的渴望 緬甸不是只有五千多萬人口 有兩千多萬人站出來啊 是沒錯 昨天是整個全緬甸都站出來了 將近一半 幾乎一半了 沒錯幾乎一半了 沒錯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情況的時候 其實軍方非常的 對這樣的一個事情 他們是非常的害怕 所以呢 甚至這幾天 整個對於這種網路通訊的 完全都有切斷的一些情況 因為他怕大家相互這個創聯 那所以呢 特別是在昨天的這個 晚上的時候呢 整個就是網路跟通訊是 完全是不通的 整個切斷 那當然也有一些 各個城市裡面 都有這個暴力的一些發生 特別是在緬甸中部曼德勒 像緬北芝納這一帶 也都有這種暴力的一個情況 特別前兩天在陽光 也發生一個很詭異的一個事情 就是因為現在緬甸的各個社區裡面 為了晚上能夠維持治安 所以各社區都有自己 成立了一個叫做自衛隊 然後呢 晚上都會有守夜的這一些人 竟然這種很和平很安詳的 在那邊幫忙老百姓 做這樣的一個 這個自衛的這種情況的時候 為了自己安全 既然有軍方的警察 晚間大家不在的時候 竟然把一個人就拿著槍對準他 這個用這個暴力的方式 就當場就往生了 這件事情也是讓老百姓看到 真的是很血腥也很憤怒 怎麼可以做出這樣子的一個事情 所以很多人就開始為這樣的一個事情 去法院去告 但是這樣的一個去告的一個動作 竟然這個法院也已經變軍方 所開的法院了 既然說這一種案子 他們不受見 不可以提告 既然發生這種問題 這也是讓人非常的遺憾 既然更可怕的是 昨天晚上既然 有這樣的一個軍方的人士 就在臉書裡面直播 拿著真槍跟實彈 就告訴恐嚇老百姓說 我們所拿的槍是實彈 實槍 我們只要你們不聽話 我們都可以用這樣實彈實槍 來攻擊你們 讓你們來鎮壓 這樣公然的這樣的一個講 這是一個在國際社會上是沒辦法接受 大家也覺得 這是一個怎麼可以在這一種 2021年在緬甸會發生這一種事情 Misa你覺得 以你半個緬甸人 你長期在這個地方 你覺得情勢可能會怎麼去演變 這種大規模的血腥鎮壓 真的會登場嗎 而且年輕人 我看到他用西方世界所熟悉的 去傳達他們的訊息 剛剛聽到製造 就是說米灑滿地了 洋蔥灑滿地 一粒一粒去撿你奈我何 但是在西方世界 傳達非常強烈訊息 公民不服從 我們誓言 這個時候就要拉下 這個獨裁的軍政府 好 所以你覺得這個情勢 可能會怎麼去演變 緬甸的經濟癱瘓 難道 緬甸軍政府不在乎嗎 無所謂嗎 現在對沒錯 現在目前的軍方的 他所表達的一些這一種 在電視 是透過他們國營的這種 情況表達的 其實他都是表達 我就是不在乎 我就是想要把這個錢握在手上 不要影響到我自己的權力 跟我自己家裡面的財產就好的 這樣子的一個態度 他根本就是不在乎的一個模式 以現在來講 所以整個目前 確實是目前銀行也沒有在運作 整個全緬甸現在目前確實是 經濟是已經是 幾乎已經快要癱瘓 然後呢甚至已經傳出 再過一個月後可能 緬甸的這個石油燃料 也幾乎可能就會斷線的一個 可能都會發生 所以現在是 各種行業呢 也都會面臨一些 各種不一樣的一個挑戰 但是老百姓覺得 就是說希望大家能夠配合 短 這個短痛不 不是 就是說不要長痛了 能夠很短的時間內 用這種癱瘓的方式 讓他們拉下來 那老百姓也很聰明 那因為請這些公務人員 讓他們不要去上班 然後呢 那你們不上班 你們可能會遇到一些很多的困難 可能你們沒有薪資可以領 但是我們老百姓養你 所以現在他們老百姓呢 自己也成立了一個 國內外連線的一個 一個就是基金 然後呢讓大家來捐款 然後得到的這些錢呢 如果你配合我們 這個所謂的一個 公民不服從運動裡面 如果你有需要 這個金錢方面的壓力的話呢 我們都可以來補助你的一個方式 是